外国人游客太多,导致日本大米消费上涨,造成了本着这次的米危机 要不要脸了,现在新米下来了,危机没有解决 久了,今天的日本,今天的狗 朝鲜还支援了不少大米过来呢,人根本不敢说,也不往处放,憋着大屁呢 前几天,现在也是,不是日本大米危机吗 确实是运气好,或者努努力生,能买收的 但像我们这种时间不自由,只能在高空期去朝市的,就真买不着了 官方是一直给出希望,说九月份新米就下来了 就没事了,大家忍一忍 农林水山省,农水省的大臣表示,三号,礼拜二,晚上他去朝市了 店员跟他说周三就能到货,可多了 他觉得米危机这一天就能解决 大哥,你是米大臣,你问打工的收银员米啥时候能到 然后你以他为论点,告诉我们米能解决 你咋得漂亮 然后他发言还说过,精米机导致今年那米的流通量减少了 就是日本吃米的时候要把两边人尖尖磨掉嘛 这个机器导致的,那锅能背吗 另一个就是,往日本来的外国人旅客数量增加 所以消费量增加,把米吃没了 哥,你说的这是人话吗 有一位农学方面的记者,经济学家,山下一人表示 这话要能信我这学也是这么摆上了 也就是说,农水省在撒谎,那他们到底隐藏了什么呢 真实原因,他说的是官方打算把每年的大米需求量减少10万吨 这样的话就可需要减产嘛 然后减产了,米价就可以略微上升 农民还可以维持收入,完美 为啥要这样呢 因为现在生产的效率增加,产量也在增加 然后加上开放了小部分的进口 米多了就便宜了 便宜了之后,农民收入降低 然后就压不住了嘛,就得狂降 老哥们记得吧,让当人当个人,让当狗当狗 当然农学还有一方面金融上的所图 也不算完全无私吧,玩资本呢 综合来说就是需要米涨价 那我们稍微给一点压力试一下 大哥你是忘了泡沫经济了是不是 咱稍微戳一下放放气 咱三十年 行,这回又来,咱稍微涨一涨 直接这波导致大米不足 赶上低震预警一起来 你这玩音的嘛,就没有公开 各个部门沟通就不足 然后赶上这个低震预警 行,直接大米恐慌了 同时储藏米和当时朝鲜支援的大米 还有很多呢 不放出的理由是为啥呢 他说就是为了防止米价下降 因为现在是需要涨价的 好了,三号的消息结束了 那这周又发生啥了呢 有米了 有的地方不限量 你就看那身强体壮的 一个人扛三袋大米 一袋米你能扛几楼啊你 然后旁边的主妇看着难受 拍照片发了图 说这不都让你买走了吗 八万八点赞 不过大家族对画室人们 纷纷表示可以理解 一个三个儿子的两个爸爸的家族表示 我加一天,一袋米就能吃三天 理解一下啊 然后目前十公斤一袋的大米还没出 五公斤的正在被封抢 媒体呼吁 大家不要囤超过一周的量 谁听你的啊 抢就完了 压不住了 我都将近一年没买米了 我这两天看着米我都想买 看看评论区吧 现场过来也表示 这家超市写了 一家限定一袋 你好歹收敛着点是不是 太明目长胆了 我家现在米不够吃了吗 开始煮一袋里面了 掺着米吃 倒是饿不着 不过这么个卖法 估计一时半会儿的危机缓不过来 下一条 可别天天报道米危机了 越报越完犊子 不啊 自己住 说实话 买米的频率很低 现在好了 去超市就得上米区那块看一眼 你说要我看着有的话 我买还是不买 来都来了 你说是不是 已经养成习惯了 天天去看去 家里边倒是还有 那你能保证我吃煤的时候 立刻能买着吗 去个屁吧 买 相信我这样的人不在少处 家上有的真是一家几口人 等着吃 那就买吧 家里四口人 买米大作战 四个人一起去 一人一袋 没了 楼州楼表示高度战场 说现在我拿着米 那羞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我牛逼啊 虽然是高价的 但是我买着了 我牛逼啊 买 总之目前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 后来农水省的大臣发言也表示 虽然他说话当个屁 但是好歹是官方 只能看他的 他说九月末之前 投入今年大米总收成的四成左右 对 一个月干一半进去 希望可以解决本次的大米危机 那怎么说呢 我不看好 好的 这期就到这了 感谢老哥们的点赞收藏转发 咱们下期见 有啥想听那想漏的 留言